新奇的教育讲座 首先先报告教育新闻 这个教育新闻对我来说有一点too late 他就是讲说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显示 如果你养三个以上的孩子 会引发就是认知能力下降 或者甚至会得到痴呆症 就是说养三个孩子或者更多 就是对这个晚年的认知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相当于就是老了6.2岁 然后这中间的担心跟不确定性 就是会造成认知能力的下降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有三个小孩 所以对我来说真的已经是太迟了 不过我说实在我觉得我目前是没有老年痴呆症 我也不可能把孩子退回去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孩子的爸爸好像是有点 因为每次跟他说什么都记不得 OK好 来第二个教育新闻 就是美国的大学的入学率呢 越来越就是这个入学率越来越低 好这个数字是2022年的春季呢 就是跟去年的2021年的春季相比较呢 这个就是大学生跟研究生的这个入学呢 是减少了4.1个percent 相当于68万个学生没有去读大学 但是这中间呢就是一半以上都是社区大学的学生 也就是说社区大学的学生越来越少 那这个部分就是今年2022年入学的社区大学减少了35万个学生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样就是一半以上了 然后呢就是说从2020年的春季到现在呢 整体来说社区大学的这个入学已经减少了80几万个学生了 所以社区大学的部分是就是说学生越来越少 那这个部分其实还有几个数据 因为这个数据是国家这个国家什么啊 国家学生资讯交换所研究中心 所研究出来的 那除了就是说这个 其实就是说社区大学 大家就比较就是说没有必要读 其实最主要是人家觉得读了 就是说对早工作没有加分 好那但是呢就是说有另外一个survey 就是说这个专业的部分 实际上来说呢去读这个computer science 就计算机工程的人呢反而增加 就这部分的入学是增加 增加了7.8个percent 好然后视觉表演艺术 visual performing arts是增加了5.7个percent 好然后呢心理学呢也是增加4个percent 我觉得心理学真的还是也是蛮看好的 然后等一下我告诉你们为什么 但是呢最受欢迎的专业里头叠得最多的呢 就是文科跟这个liber arts 就是这个通事教育 跟这个人文就是学文的啦 好就是感觉社会科学这种 就是比较叠得蛮严重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跟早工作 是比较直接的关系啦 好那这个大学呢 就是说可能呃大家觉得不划算读好 因为学费也蛮贵的好 那就是说疫情之后这个 因为之前就是说这个呃 竞选的时候这个拜登就是讲说 他要把这个学生的贷款给免除 所以现在因为可能要选举 然后他就又提到说要免除大概1万块 一个人免除1万块的这个学生贷款 那这个数字呢一个人免除1万块 你觉得可能啊那也没多少 才1万块 可是整体的这个呃要花多少钱呢 来做到这件事就是要大概2300亿美金 2300亿美金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就是每免除每一个学生 1万块的贷款 那这个部分呢呃 其实说实在你免除他的贷款 他就是说到底这个事情 有没有帮助到他因为他到底有没有念毕业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疑问 因为我们都在我之前讲过 像那个Pell Grant就是那个联邦助学金 他所呃给学生的这些数字呢 就是也是几百个亿好 那每一年然后呢 只有30几个percent的人在8年之内有毕业 其实60几个percent的人都是没有毕业 等于是说这个钱就是活活浪费了 所以呢这个部分呢 因为因为你会觉得说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个跟你绝对有关系 因为如果说他免除学生的债务 或者是说他增加那个助学金的 这个呃就是给助学金 那就是说大学他就会大大方方的增加学费 因为你学费高不是问题啊 反正政府会帮你买单啊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说没有拿助学金的人乖乖 付学费的人就越付越多 这样你懂吗 所以其实不是跟你没关系跟你绝对有关系 OK好 再来呢前杂志呢 他也是呃有这个最新的这个最好的大学 就是说呃他有各种各样的排行榜 但是呢西岸的部分呢 我觉得很像是废话 好就是说这个最佳私立大学第一名就是这个史丹佛 然后公立大学是UCLA 那这整体排名第一名Stanford 第二名UCLA 第三名是Promona College 这个排行榜里头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是这个USC南加大 我们都知道南加大真的就是呃你知道就是大家都很想去啊 然后呢就是说这几年排名也是就是说很高嘛 可是在这个排名里头这个排名只有排就是西岸的大学哦 就不是全国性的哦 南加大居然排第22名哎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觉得是很有趣哦 你可以去看一下哦 好那就是说呃很多的这个大学呢 就是越好的就越难进嘛 好所以呢这些大学也不用担心那个什么就读率降低的问题 所以这些大学都是挤破头 那很难进人家就会想说啊那我是不是转学进去 你可以看看这个是最新这个Washington Post 就是发布的就是大学转学成功率 好你可以看到上面数字 我真的只能用南上加南来形容 就是说这个呃新生进不去转学更难进 好像哈佛大学的这个录取率转学只有一个percent 真的就是超难的 好可是呢这里头也有一些像比如说Darkmouth 好跟这个呃就是Cornell Connell大学就还可以吧 就是说这个数字不是太难哈 好我我认为好这个可能跟地理关系有关系了 这个当然我不知道实际的问题是什么 但是你看Darkmouth跟这个Cornell都是在就是说比较偏僻 然后就是有一点冬天的时候就是超冷 就是人家讲Cornell就是只有三种天气嘛 就是下雨下雪下暴风雨 好所以就是说可能这个也有关系 所以变成是说不继续念的人就会多 所以转学进去的机会就高 好所以可以给你参考一下 好再来呢加州大学呢 现在他们宣布要参加这个SEA 就是SEA好什么是SEA 我上面有写说这个STEM Equity Achievement 就是说呢这个要倡导这个科学多元化 好什么叫科学多元化呢 其实我认为这跟科学也没到多大关系 当然就是说在科学的领域呢 要确实的做到多元化 就是什么多元化呢 现在讲到多元化都是种族跟这个就是性别 还有就是你也知道了 好就是说那些嘛 好那反正呢 他现在就是有三所分校呢 就要开始这个东西 就是UC Davis跟Irvine跟这个Santa Cruz 这三所呢要就是说他最后他十所都会加入 他现在就从三所开始 就是要这个多元化倡导多元化 好那这个种族里头 这个有没有包括我们亚裔华裔呢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Question Mark 好那新冠疫情呢 两年下来呢 这个根据这个Georgia State就是乔治亚州立大学的研究呢 是这个这一次的这个集体的这个创伤 集体创伤造成的这个心理创伤呢 是非常的大 然后三分之二的人表示呢 这个这个流行病就是COVID呢 严重的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然后呢 百分之二十五的人 对他们的这个心理健康就是产生了这个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说他们的研究呢 就是说这些焦虑啊跟抑郁啊 就是真的已经就是说造成很多人感觉他们受到影响 其实你不要觉得这个是无稽之谈 因为我从我的四周围真的我看到很多人就越来越不正常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不正常就是可能还就是说可以去把它改 就是说把它修好 可是如果说是以后就是说可能才发作或怎么样可能就不大好 所以为什么我这个这个暑假我特别跟Diana就是资深的这个心理学医生呢 开了这个课就是想要修复大家的这个心理创伤 尤其是小朋友 这个是针对小朋友的课 所以呢 千万不要错过 因为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东西你真的就是说预防胜于治疗 所以你现在呢如果说给他一些调试让他能够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课是着重于情绪管理 所以我之前也讲过 如果你要问我我的学生能够进好大学的共同点是什么 我就跟你们讲情绪管理 他们的情绪管理都是非常好 所以这个课也是主要是教大家情绪管理 然后就是就是等于是说也让这个疫情之下受影响的这些学生的这个心理来就是修复一下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好 再来这个新闻呢 就是这个有一个组织叫做National Council on Teacher Quality 就是这个国家就是检查这个老师品质的这个协会 就是他们就是抽查了这个全国有1100所训练老师的这个培训的这个项目 就比如说你去什么Cal State Fullerton呢 还是去哪一个大学就是说拿这个Teaching Credential就是说当老师的训练 然后他就抽查就是就全国有1100所这种Program 然后他就是查说老师就是会不会教数学 然后呢他们就是发现呢就是很多都是可能没有办法回复 就是说还在准备这些报告 但是呢就是目前呢有已经回复的有64个中呢只有8个有通过 只有8个通过就是大部分都没有通过 好64个里头只有8个通过 然后呢他们发现呢就是教数学呢就是在研究生 就如果你是去研究所念这个Teaching Credential 老师训练呢就是他只有给你 他只有给你14个小时的时间培训你教数学 14个小时培训你教数学 如果你是去读大学就是本科的话呢 他就给你85个小时培训你教数学 所以连老师就是说培训老师的这个项目都没有通过评鉴 所以那这个培训老师的项目没有通过评鉴 那老师当然就不是很会教啊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 所以当你的小孩回家跟你讲说 我们老师叫什么都听不懂 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很大问题 像我就是因缘机会前几周就遇到了一个学生 然后他就是他不是我们的学生 然后我就就是跟他在就是检查他的东西的时候 我发现他的数学是79分79分那就是差一分嘛 那然后那个时候要刚好要摸那个就是Final考那个期末考 我就跟他说你赶快去找那个上次我介绍那个Tommy老师 那个真的很厉害数学老师 结果Tommy老师才教他一个小时 真的就教一个小时 结果那个学校的那个学生的Final考了90几分 所以你说呢对不对 是学生不会还是老师不会教 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就是问题啊 是不是 好 再来呢就是这个旧金山的精英高中 洛威尔高中 之前我也请你们看过很多次这个电影 有一部电影叫Try Harder 就是讲这个高中 我请你们看很多次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然后呢这个高中呢就是说过去的几年呢就改成这个 就是这个抽签的方式入学 之前他们是看成绩嘛 那结果呢发现呢 抽签之后的第一年的这个学生收进去呢 就是这个成绩有拿到D跟F的呢就翻了三倍 就是说这些学生呢根本就是没有办法handle这个学校的课程 那你可以看到右边这个是一个Asian mom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华裔的妈妈去抗议这件事情 就是说为什么要抽签入学 就是他们就说因为要种族平等 所以就改成抽签入学啊 可是那你这样就失去了意义 这个学校精英高中就没有意义啦 你看这个妈妈的眼光多么的这个坚定 我真的是觉得就是真的就是为母则强 所以这个学校呢就是精英高中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学校 我有很多学生从这里进哈佛进Stanford 那现在改成这个抽签入学之后呢 就真的就是非常不理想 然后后来呢就是本来就是说要改成这个原来的这个考试 考试入学 可是后来就是那些工作人又说因为来不及啊 来不及考试什么东西 然后又要再延一年 所以今年就还是抽签入学 那很多的家长就是去抗议嘛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非常的非常的不没有意义啊 你一个精英高中搞成这样就不精英了嘛 我刚刚去买蛋糕 刚好遇到一个就是那个蛋糕店的老板娘啊 他就是他本来是教育博士 然后他跟我说他之前就是这个旧金山学区的这个 就是在旧金山学区的高级主管 然后后来他就是受不了这个现在的这些改革跟方向 简直就是太离谱 所以他就断然就是就离职了 所以就开了这个蛋糕店 好那也是蛮好的 这个蛋糕真的非常的好吃 所以现在就是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然后他还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那个他们之前有讨论过这个 就是学校旁边就有大麻店的问题 就是非常的不适合 然后居然有一些家长他们的意见是说 他们也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使用大麻来放松 所以大麻店在学校旁边他们觉得是OK的 所以你会觉得真的很奇怪 对不对 那讲到这个大麻的事情呢 我就要讲这个新闻就是旧金山有一群母亲 他们自己出资租这个广告牌 非常大的一个广告牌 在旧金山市中心 抵抗什么呢 就是用药过量死亡的原因 我跟你们讲 你们真的要重视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止痛药 他主要讲的是止痛药过量 跟就是open air 这个open air drug market 就是什么到处都可以买到这个药 真的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用药过量 用药过量这个死是美国现在很高的一个死亡原因 每一年都有十几万人因为这个止痛药过量而死亡 你会觉得说止痛药又不是毒品 现在就是说毒品那些都太贵了 所以小朋友很多他去用止痛药 就是很便宜 然后很容易买你知道吗 到处都可以买到就是那种很便宜 然后很劣质的止痛药 就是因为劣质啊 所以就是变成是说让他们吃了很容易死 可是他们不知道 所以真的我拜托你们 你们真的要注意自己的孩子 真的 因为我之前跟你们讲过我的儿子最好的朋友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孩子 不是那种就是你想象中什么流氓的 不是的 很好的一个孩子也是吃止痛药过量死 真的 他的妈妈非常的悲痛 我们两个抱头痛哭 我觉得真的 你们真的要注意这件事情 拜托拜托拜托 好了 现在要讲到今天的主题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义工跟社区服务到底该怎么做 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呢 因为很多家长很喜欢问我一个问题 说义工到底要做多少才够 几个小时才够 感觉就是很不甘愿 就是说其实他这样不想做 小孩子也不想做 还不想小孩子做义工 他就是想要就是那个就达到那个最低标准 其实你要知道你如果问这样的问题 就是你真的不懂 因为义工做义工是美国的文化之一 好 美国人每一年总体做义工超过79亿个小时 79亿个小时 好 25%的美国成年人固定的做义工 好 是固定的 那当然了 就是说偶尔去做一下这个 这个义工 那个义工 这个都不算里面了 这是固定的 好 而且呢 你可以看到右边有这个CNN的这个报道 就是说学历越高的人呢 社区服务参与度是越高的 就是这个绿色的部分 就是说有读到大学以上的 那他的这个参与率就是做义工就越多 好 所以这个就是美国的文化 好吗 而且呢 60的这个就是聘请就是员工的这个人 就是可能是人事部的人 他觉得说应征者的履历上面如果有义工的经历呢 是一个好事 所以他们会就是说加分 好吗 所以呢 我真的是希望你们意识到这个做义工呢 是美国的文化之一 就是高中毕业也是需要有义工的实数 那个不是一个就是类似呃 就是说他对你的要求 而是他希望你有这样的习惯 然后申请大学 他就是会看说呃 你有没有做义工 那我们中国人是坦白讲是比较这个呃 精明就是说付出之前一定要先计算收获 对不对 我做多少义工可以进哪个学校 做200个小时可以进呃 又是又A做500个小时可以进哈佛 类似这样的概念 那是错的 没有这样子的好吗 没有这样子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呢 就是你必须要了解 好 那 这个 其实有另外一个survey呢 我就是在强调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做义工在美国的文化里头这么重要 美国的民众呢 认为大学审核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呢 那这个呢 当然不是真正大学怎么审核学生 这是普罗大众他们认为 就是说学生进好大 进大学应该是有哪些资格 好 你看第三个就是这个社区服务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真的就是说 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 你要受高等教育 那你也要就是说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你要就是说服务 好 服务大众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就是文化了 好 好 再来呢 我们讲到 就是说哈佛的这个 这个官网上面也有讲 哈佛要的学生呢 他讲到几个 第一个成长跟潜力 好 就是说你有没有潜力 就是说你现在 呃 就是说达到什么样的状态 那当然你哈佛可以让你就是发展的更多 好 然后你的兴趣 你的活动 你的个人特质 以及对哈佛社区的贡献 就是说 OK 不是说我哈佛让你来这边读了书之后 你就变得多了不起 然后可以赚很多钱 而是你可以给我什么 你可以给我的社区就是什么样的贡献 所以这个就是 我觉得这个好真的就是一个感觉 就是说你真的要讲说 OK你要做我要做多少个小时才可以进哈佛 那我说实在我真的就是跟你说 你就做到他感动吧 好 那多少个小时说实在的 对不对 你就要让他感动 这是一种感觉 这不是一种就是数字 不是一物一物一物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哈佛大学就是最近的这个 就是新生入学的这个调查 这个我上次也专门做了两集来讲这个东西 你可以看到课外活动的部分 社区服务是占的最高的比例 当然啦 因为这个东西也是因为就是说 社区服务就是申请 不只是申请大学 就是说高中毕业 也是需要有这个义工的时数才能够毕业 所以像很多的家长 有时候我见到他们的时候 他讲说 有啊 我们有做义工 做什么 就做那个什么 不知道啦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做什么啦 然后那你做那义工的内容是什么 就这样子啊 就去开会啊 什么就感觉上好像 就是你这义工做的毫无意义 然后你也不是很care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 因为你真的要care 而且你真的要甘心情愿的去做 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 就是说啊 你知道吗 我就是被强迫的 所以这就是有很大的差别了 好 再来呢 我们讲到就是说 其实做义工对大学审核的重要性 当然就是我刚刚讲过 那是人家对你的人格特质的一种感觉 那其实呢 像加拿大的这个申请论文之一 就是有一个题目就是说 你做了什么 让学校或社区更好 所以呢 这个呢 当然你就是 因为他只有350个字 你真的就要有实际的东西写出来说 我就是做了什么什么事情 可以让这个我的学校进步 或者是说我的社区进步 像我之前就有学生 他是每天去给隔壁的那个独居老人送那个晚餐 好 顺便跟他聊天 好 那这个当然就是说 也是一个就是让社区更好嘛 那所以这个东西真的就是说 你其实不是要就是什么高大上 可能就在你身边 你就可以找到一些什么事情可以做的 让这个你的社区你的学校更好 然后呢 我们就要来讲 那哪一种义工项目最加分 其实这个是真的是很难判断 我刚刚讲过那是一种感觉 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一定要我说 就是这三点 你一定要就是说确认 好像一个check mark 好 这个义工项目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这个 有个这个 第一个就是说要有公信力 好 就是不能是 哦 瞎编的 或者是说 哦 就是说这个 就是感觉上好像 呃 就不是真的了 好 我觉得这种项目真的还蛮多 或者其实他不是假的 但是看起来假假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更更冤枉 好其他就不是假 但看起来假假 我觉得这个都是 真的真的都是蛮 就是蛮让审核员不喜欢 不仅不加分可能还扣分 好 再来长期并持续 等一下我会给你们看 审核部里面的文件 就是为什么会要需要长期并持续 好 然后呢 产生影响力 这个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 你在那个科外活动的 呃 不是你在申请论文的部分 你要讲说 哦 我做了什么样的义工 然后我帮助我的社区 呃 就是说 做了什么事情 譬如说像你可能就是说 呃 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然后就是说可能你募款 然后募到多少款像像我们现在有那个 帮那个缅甸儿童读书募款 好 他们一个人只需要一年需要50块 啊 那我就募到了 比如说多少钱 然后我让多少缅甸孩子有书读 这也是这样 像我们之前也有那个学生 他就是募那个人家不要的鞋子 然后让那个家 让那个非洲 差点讲成加州是非洲 非洲的儿童有鞋子穿 好 就多少个非洲的孩子有鞋穿 好 这些都是可以的 好 那 其实呢 之前我在做讲座的时候 也有家长问说 啊 我们做那义工 一定要去那个什么非洲 一定要去那印度 然后花很多钱才能加入吗 其实我真的跟你们讲 这个真的就是你的时间 是比较大于金钱的付出 所以时间就是金钱 然后你付出的时间 其实真的是比较重要 是不是一定要花钱才会才能加入 我觉得真的就是不一定好 当然我也不想那个造成别人的这个困扰 可是呢 真的就是说主要是你时间的付出 才就是说呃 才是最重要的考量 好 那么呢 时间的付出呢 我们就讲到要多少才够 这个呢 是加州大学内部的文件 就是说你在网站上打进去的资料 最后会跑出这样的报告 你可以看到 首先呢 这个义工的项目呢 就是有五个格子 因为他总共的那个很多的那个课外活动 总共加一起是20个格子 好 义工就是五个格子 那这五个格子 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你要写说义工的项目的名称是什么 然后呢 几年级做到几年级 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只做 比如说一个小时 你只做九年级 然后你一个星期去做了 比如说你去发个火机 就两个小时 然后呢 一年也只去了一个星期 这样看起来就是不好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学生 他做了五个课外活动 然后呢 他都是蛮持续性的九年级 做到十二年级 大部分 然后呢 每个星期做几个小时 然后一年做几个星期 所以这个累积起来就是蛮多的 然后呢 叙述的部分呢 这不是我们的学生 这是一个就是一个例子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说叙述的部分也是很重要 因为你叙述的部分 当然你也可以讲的平淡无味啊 像我常常都形容啊 就是有很多小孩子就是可能就讲说 It's fun 就很有趣 这样子 就就是等于就是说你没有真的讲说你 我刚刚讲过很重要什么 要有影响力 就是说你帮助了什么 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 然后呢 社区因为这样而得到改善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叙述的部分稍微描述一下 好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为什么需要长期并持续 因为如果你不是长期并持续的话 这个上面看起来就是不好看 好 那很多家长也会问啊 那如果说申请大学的时候 需要出具这个义工实书的证明吗 其实你在申请的时候是不需要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 就是说加州大学的这个例子 他们会出这种 就是说抽查的信 请学生呢 就是说 把就是某一个就是项目 他们要你解释的项目呢 就是确认 好 把这些文件寄给他们再做一个确认 等于就是检查你了 好 那这个右边 这个是我们的慈悲学者基金会 给学生的这个做义工的登记表 所以像这个我们就会签名 所以像这样的东西 就是如果说你被抽查的话 那你就是要把这个单子送过去给他们 好吗 所以申请的时候是不需要的 但你被抽查到就需要 现在这几年开始抽查的这个还蛮多的 坦白说 好 那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慈悲学者基金会呢 目前的项目还蛮多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就是跟这个美国癌症协会的合作项目 我们已经合作了 就疫情之后到现在都很密切的在合作嘛 那我们的学生参加这个的项目呢 就是有1234567 这个11个 就是他们自己 就是发明的项目来安慰癌症病人 所以你也可以发明一些什么 像这里头有那个折那个纸鹤的啦 折星星的啦 还是录音啊 录一段音乐啊 还是就是说做一个手环啊 写一封信啊 给癌症病人 所以你也可以自己想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写给这个癌症病人 像我有一个学生他是这个三年级 他画那个图卡片给癌症病人好可爱哦 他画了几百张啊 就是一天到晚在画 然后每一个癌症病人 就是比如说他们明天要去做化疗 然后他就寄一个卡片给他 那他收到那个卡片都好开心 小孩子画的东西很漂亮嘛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跟美国癌症协会合作的一个线上项目 所以像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那另外这个慈悲学者经营会最近 其实他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 但最近的项目 你们可以考虑参加的 像这个给缅甸儿童 就是筹备学费 一个人就是一年 就是50块就可以上学 然后这个给这个就是野生 不是野生 就流浪动物 就是流浪动物之家的这个募款 还有就是这个像这个就是Playhouse Fundraising 就是给这个无家可归的儿童 就是做这个Playhouse 然后还有这个美国这个红十字会的这个募款 跟这个捐血的项目 然后给乌克兰儿童就是说 给他们就是资源 给他们教育的资源 像这些都是我们最新的一些项目 如果你们想要参加也是可以参加 那我们之前呢 就是也有做了一系列的这个培训 就是培训学生自己创立非盈利机构 然后呢我们也请了很多非盈利机构 来分享他们的工作 所以呢像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就是说如果说你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就是说找不到非盈利机构 其实那个都是理由 那我们那么多项目 你也是可以做啊 对不对 那我在这边要特别提醒 很多人觉得说在自己家里 就是没有拿薪水做免费劳工 就叫做义工 那个不是 因为你一定是要跟非盈利机构 就是在非盈利机构下面做 才算是做义工 所以呢我们之前也做过一系列的培训 就是说这个在YouTube上面 我们的影片就是说教学生 怎么创立自己的非盈利机构 其实这也是一条路 但是这个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最主要是那个银行的问题 所以呢你也可以就是说发明一些项目 然后放在我们的非盈利机构下面做 因为我们的非盈利机构 是这个美国白宫 总统义工奖的授权单位 所以说是绝对绝对是有公信力的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有很多种做法 你可以在非盈利机构下面做 你也可以创自己的非盈利机构 然后呢除了这个非盈利机构呢 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因为呢我们就是今年呢 疫情之后我们就是培训了我们的学生 做这个Project Eco Business Plan Competition 就是商业竞赛好 然后我们是今年第一次参加 结果呢我们的这个队伍呢 就得了社会企业家大奖 那这个呢是非常大的一个奖项 而且呢这些学生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经验 所以我们真的就是培训他们的很好 这个就是一个创业 就是说学生创业的一个竞赛 就是你有一个business idea 然后你把它就是present给这些 就是judges就是怎么讲评审 所以这个呢除了就是说商业竞赛之外 也培训他们就是说演讲的这个的能力啦 所以这个呢我真的是挺高兴的 因为呢真的就是不简单 其实这个Project Eco是一个非常非常历史 非常久的一个机构 然后呢是非常的有公信力的一个项目 那再来呢就是说 就怎么变这样 OK OK 这个呢就是我要讲的 因为呢我们刚刚讲到学费呢越来越贵 我刚刚突然吓一跳 因为我就是科技真的是科技白痴 你可以看得出来 好那现在学费越来越贵 这个呢是跟大家比较一下 就是说南加拿大的学费呢 就是四年下来大概要35万 这是那个就是说你念四年 如果你念五年六年 那就是更多 那UCLA大概要15万 所以呢学费越来越贵 那我们呢有一个最新的一个 助学金计算器在我们的网站 所以我在这里要跟你们教你们一下怎么用 这个非常好用 这是真的是为了你们设计的 首先这个计算器呢 不会保留你们的资料 所以你在上面打说你的收入多少 你的存款多少 我不会知道 因为他不会保留 你可以放心 甚至都没有你的名字 当然也不会追你的IP address 不要想那么多 我们没有那个意思 要知道你赚多少钱 好你就是把这个数字打进去 你的收入多少 然后你的存款多少 你有多少投资 然后你的投资房的净值多少 那最后呢 你每一个都打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比较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调整了 你可以自己调整你的数字 就是说比如说你把收入 从6万变成10万 然后你的存款 比如说从30万变成10万 或者是说你的这个投资房的数字 变更之下 你的这个应付学费就会有很多的变化 像第一个是收入6万 然后存款10万 投资房净值20万的情况下 你要付的学费就是3万 所以如果说呢 你是读的是这个UCLA呢 你就是需要付3万 你就会拿到7000块的这个助学金 如果你读的是这个南加大呢 你需要付3万 你就是可以拿到5万5千块的助学金 懂吗 好那如果说呢 比如说我们看到 就是说最后一个 你是10万块的收入 然后你是30万的存款 投资房20万的净值 那你就是付5万块的学费 就是以你的状况 你会付5万块学费 那如果你读UCLA 你就是一块钱都拿不到 那你如果读的是USC的话 你就还可以拿到3万5千块的助学金 这样懂吗 所以这个很好用 你们自己可以去用看看 那你就是说呢 你怎么样调整你的这个收入 跟这个存款 就是你可以把存款移到别的地方去 来调整这个数字 所以呢最后就是说 可以让你拿到多少助学金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计算器 对你们很好吧 这是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拿到助学金 因为我觉得说 现在这个助学金 真的就是政府越来越慷慨的在发助学金 如果说你自己没有资格拿 真的就是蛮可惜的 哈